由於次播的傳染跟整個未來的社區感染的風險 那我們一定要更加的來做好個人的衛生 跟整個防疫的一些規定 所以即日起停止室內5人以上 室外10人以上的家庭聚會 同住者不計跟社交聚會 那另外遠距醫療的部分 在中央昨天已經有公文 通知我們所有的醫療院所跟基層診所 那我們也希望說能夠廣泛運用遠距醫療 在整個明診、門診的病患 增加高雄市幾個關閉的場所 包括電影院、展演的場所 音樂廳、表演廳、博物館、美術館、陳列館、死機館、紀念館 社區大學、訓練班、K室中心、社會教育機構 等其他類似的場所 戶外遊樂園、室外游泳池等等 這個部分也一併關閉 高雄市圖書總管、所有的分館、美術館、歷史博物館、電影館、博二、藝術特區、文化園區、文資場域、藝文場館、沾連場所 即日起關閉到5月28 我們希望說在傳染病或者是流病的疫情調查 資訊能夠越完整越好 也能夠很清晰的讓我們的所有的朋友都知道說他到底去過哪些地方 所以疫調的部分我們也要求一定要做得完整、徹底 陳如我之前也跟大家報告 因為武漢肺炎的潛伏期有14天 這個要對於疫調來講本來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挑戰 好